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21日 今天是星期日 來到星期日的晚上 香港時間 我們跟大家繼續揭露香港的時事 昨天 有一節我們上載錯誤 所以 到了晚上 凌晨時分才發現 然後我們重新上載 改了在早上才播出 那一節就是我們的 特備節目 說這個獨裁者 最恐懼 的卡通片 希望大家有空就去看看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 繼續討論香港現在 這個 是騙局中心 我們有理由相信 現在這個 香港最大的騙局 本身 就是來自李家超 香港 不單止 沒有在 通關之後 全面恢復 反而 在各個方面 香港不斷淪合 曾經 有一段時間 災難王 說要說好香港故事 但是現在香港故事 越說越恐怖 香港更加成為 騙徒之刀 還有國際大刀活 我們這一節想一起跟大家研究 居然有內地人才 內地的所謂專才 下來香港 被騙到了香港 然後在香港被騙 香港 還不是變成了騙子之刀 你 最大需要負責任的 本身就是李家超 更加何況 李家超不單止 是要為其他騙案負責 本身李家超自己 就是其中一個最大的騙子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這個是付費模式 我們也有免費模式 讓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方法很簡單 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飯 敬請大家 記得每一位一定要繼續支持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繼續按閃電鍵 香港 犯罪率急升 最根本和核心的原因 就是因為政權 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犯罪集團 只要看看最近的假期 來香港犯案 旅客數目 據說急升了最少六倍 更加有案件 發生 跟內地專裁有關 首先 香港 透過特首李家超 大搞專裁計劃 然後有親建制媒體 這個叫做點新聞 有時真的很好笑 點新聞 是一個 親建制 的網媒 基本上是文匯大工 居然是親建制媒體 揭露香港 的人才計劃原來 慘變成 騙財計劃 有這個 在內地報稱 報了名 這個做香港人才 要走下來 根據香港人才計劃 走下來香港打工的人 他在內地就讀到碩士 讀到碩士 說被香港這個騙局 騙了下來香港 然後還要帶錢 帶家人的錢 和自己儲蓄的錢 說要下來香港買樓 其實整件事 聽起來也有九五八八 本身招聘人才 就是叫你下來做事的嘛 不是叫你帶錢 下來買樓 結果居然 就是報稱 帶了 錢 就是去到 恆生 銀行 然後就有貸款部人員出現 誰知道這個貸款部人員 懷疑就是騙徒 其實整件事真的很好笑 有件這樣的事 是透過親建制的媒體報導出來 假如 真的去到銀行 有人報稱 是這個銀行職員 其實銀行一定需要負責 居然今時今日 香港可以大搖大擺有人報稱 是銀行職員 我們看看前文後理 大家就知道 根據那個所謂報導的受騙個案所說 按照他講的版本 他一定 曾經 真的去到 恆生 的分行那裏 去到分行 有人可以大搖大擺在銀行裏面就是扮成職員 大家想想 其實有沒有可能發生一件這樣的事 或者我的問題問得不對 在以前的香港有沒有可能發生一件這樣的事 為甚麼今天 今時今日 有針對著 內地這些所謂專才 的人 在 銀行裏面出現 大搖大擺可以扮成職員 而到事後 可以 來去無中 跟我說找不到那個人 大家想想是甚麼事 這些 是只有 在國內以前 銀行裏面的人 跟騙徒串通 之後才會發生的案件 在國內 就是經常會發生 國內的銀行 行長甚至乎 都會挪用公款 將銀行裏面的存款 全部拿走 全部拿去貪污 中國大陸會發生 現在 在香港也會發生 親建制媒體報導這件事說有內地石士生 下來香港走進銀行然後被騙 抓不到人 哪有可能會發生這件事 如果不是銀行裏面有人串通 但是 現在跟你說 香港會有這些事發生 香港 還不是 騙案中心 何時才是 所以不是屈你 也不是我說的 現在是你說的嘛 還要是親建制媒體自己說的 如果是以前 最簡單 銀行就是翻查閉路電視 都會找得到那個人出來 你相不相信一間 大銀行裏面 是會可以有人自出自入 在沒有串通的狀態之下 是夠膽走進去辦職員 去銷售人賣樓 所以其實真的很好笑 李家超回覆 說這個 被騙 是因為 騙徒的手法 曾出不窮 正正在說自己 香港 就是因為多德 有利這些 行政長官 做了北京的狗 所以香港 急速敗壞到 連銀行裡面 都可以有這樣串通的騙案 其實他們串通 都不是很難的 因為如果對方 是香港人的話 一定 在本地跟你追究到底 為什麼今時今日 香港會成為騙案中心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在於 香港肯定有 是販賣資料 那些騙案 是可以 很清楚知道 他們的獵物 走向 然後甚至 派出專人 這些案件我經常都不覺得 是撞回來的 他們就是知道了這些所謂內地人才 其實這些叫內地人才 就變成了他們的糾菜 知道了內地人才 的資料 知道了 他們的電話 知道了他們 想做些甚麼 銀行有多少錢 他們如果針對本地人 本地人的案件 就會可能鬧大 也有時間跟你爭取到底 但是針對著內地人 他可能在香港還沒有身份 還要繼續回到大陸 騙走他的錢 沒有發出 又不可以留在香港跟你長期對抗 為什麼 可以有這麼特定的取向 針對到 在內地下來的人才 更加證明了 香港 是真真正正 變成了 由政府推動的一個騙案中心 這些案件 不停發生 好像如同 完全沒有網管一樣 為什麼沒有網管 就是因為 政府裏面 官員 有份包庇 當然不是說全部官員都知道 怎麼夠分 就好像內地那樣 不用全部官員一起串通 部分官員串通就足夠了 香港也是這樣 跟公安局一樣 你不用買全部公安 賣公安局局長 副局長 警長 財長期對抗 現在擺明香港 香港 是成為了犯罪的中心 更加有網民提醒 我覺得也很有道理 香港自從 要搞這個電話實名制之後 很明顯 香港的這些 實名的電話資料一定是被返賣 所以真的再提大家 其實香港這個地方真的是不能留的 已經不是 喜歡自由空氣的問題 我們以前跟大家說的就是我們尊重大家的決定 但是現在 情況是有所變化 首先 香港的情況是變得更加惡劣 更加是內地化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 中國大陸 我稍後還有幾節跟大家詳細去揭露 中國大陸不打算走回頭路 其實接下來 無論是香港也好 中國內地也好 都會打算變成 是叫做北朝鮮 現在的走向其實越來越明顯 留在香港 不單止 說的是失去言論自由 那麼簡單 現在正在說 無論是 資產 是有危險 印命 是有危險 你看不到 香港 會做任何東西 嘗試去做一個國際城市 現在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告訴你 他一定是要變成內地城市 請大家重新審視一下 實際情況的改變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